嗨 大家好 我是秦宝 我是圆宝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 你们都有没有见过火山喷发时的情景 电视上看过 没有见过 对 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 今天就让你们大开眼界 我们来做一个科学小实验 来还原一下当时火山喷发时的情景 能还原成功吗 嗯 这个实验的名字叫熔岩喷发 这看前往没 手里还拿本书 在那儿照射做给真的一样 你看燕宝 你那样一直盯着姐姐干嘛 你会不会给真的 看我长得好看 好了 现在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准备齐了 泡藤片 漏斗 凉杯 塑料瓶 色素 食用油 还有清水 这个油就是家里平常炒菜的油就可以 对不对 对 第一步是干嘛宝宝 步骤一 首先往凉杯里倒入40毫升的清水 等一下等一下 我说完 然后呢 再倒入5到10滴的那个色素 搅拌均匀就好了 看一下 妈妈 再一下都倒准了 哎呦 真准实验是不是 妈呀 来吧 加色素5到10滴 根据自己选择好吧 一二四五五滴了 六 好再加点黄的 它能出现那边那个颜色 好了 好可以了 看看 赶紧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有点 看元宝 元宝像睡觉嘛 你看 你可能嘴张的 好了 好了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颜色 嗯 可以不错 火山火山就红的 现在要把这个倒到塑料瓶里面 红色 嗯 哇 不光是这么多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主节油 油 浪费我的油 150毫升 150毫升油呀 看到没有 一个100 一个50 150 哎呀 这么多吗 对 看 加进去 加进去 看下面 哇 马上就变颜色 你看 是不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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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起来可好看呀 跟那个饮料一样 爸爸 对 等下沉淀一下 这叫沉淀好 哇 这奇迹的时刻 我感觉手都在抖 万一吃了 泡藤片 丢入里面 拌片 哦 跑哪儿的泡藤片 嗯 沉底了 看到没 嗯 他现在开始产生气泡了 对对对对 我还是把频道给他 别干 别干频道 让他出来干频道干嘛 嗯 哇塞 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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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看特别像海底世界 对 是吧 哦 哇塞好看吗 好看 宝宝 宝宝 你就知道吃手呢 啊 你看你看 好看不 你们看啊 现在是不是就像那个火山喷发的样子了 还有这种 对小泡沫 它的火上 看到没 从下面 主要从下面这种感觉 对 是不是 像一颗一颗的黄色的鱼籽酱 哈哈 你形容都带好了 哇塞 看到没 经营体脱 对 而且它是那种 就是你外面像是裹了一层透明的皮 然后里面是黄色的 是 还在喷吗 对 还有呢 还有呢 太好看了 现在都没了宝宝 你还在哪看吗 太好看了 这个感觉太好了是不是 我要不再加颗泡腾片 再加一颗 对 那已经没有了 你再加泡腾片 还可以刚才呢 反应一样吗 对 但是这个感觉好好呀 是不是 嗯 哇塞 你们看着里面 特别像海底世界这样看 小鱼小虾一样 那边看起来 青毛现在拿这个搅拌棒 在这搅拌的 你知道现在这感觉像啥 像我喝的那个饮料的棒打仙城 像不像 你的棒打仙城已经做好了 摇一摇味道更佳哦 拿来让我喝 这个不能喝开开玩笑了 对 我感觉今天这个小实验 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没有 就是它还原了当时火山喷发那种情景 大家要是喜欢的话 到时候就播出几期呗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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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